今天有一個非常大的壞消息 就是我們整體來說 台股史上最慘的斷頭是崩跌 剛剛證交所已經宣布說 3點半會緊急召開記者會 來告訴大家 目前有沒有一些這種信心喊話 或者是護盤的一些措施 因為現在目前台股出現 史上最大的一個崩跌 中廠重挫了1807.21點 收在19830點 等於說跌破了2萬的關卡 台積電甚至還觸及了 跌停價813 不過中廠稍微漲了2塊錢 仍然是大跌了88塊 所以3點鐘要來召開記者會 然後來進行一些相關措施的說明 當然幾大國安基金 好像也是伺機而動 希望不要崩得太慘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剛剛提到了這次的整體來說 跌幅高達了8.35% 開盤其實是還有2萬點之上 沒想到這樣子一崩崩了 將近2000點 1800點 真的是創下史上最大的一個跌點 台積電的話也是跌得非常的深 很多人可能都被套牢在 在9001000塊左右的這樣的一個價位 你看到這整體來說10天從7月26到8月5號 已經下殺了2500點 那其實最高點是將近23800點 這樣子下來已經差不多快三四千點的這樣的一個跌幅 從今年的這個高點至今 所以怎麼回事呢 整體來說這個股市現在已經開始進入到了熊市了嗎 熊的眼睛往下看 現在是不是已經開始進入到熊市 而且當你周遭越來越多人開始在聊股市 那個擦鞋銅效應出現的時候 恐怕就是一個反轉點 那我們看看現在很多的小股民 小資族以為現在已經跌到了底 要趕快去撿便宜了 零股交易反而在盤中 破了710萬股要去搶台積電 但恐怕這是一個下跌的刀子 現在小股民要打算要去接嗎 那再來看看蔡賴兩人過去其實不是一直在告訴我們說 哇 台股創下了新高啊 兩萬一千多點是什麼蔡英文八年執政的這個指數 長了1.6倍的成績單 還有AI發威喔 賴清德什麼滿月台股長了快7% 也是歷任總統第二強 那現在如此崩得這麼的鐵青喔 怎麼沒看到賴清德出來蹭一下呢 你怎麼只蹭奧運沒有蹭一下台股啊 幫忙講一下話嘛 那我們看看今天大家就去問了經濟部長郭智輝 他竟然罕見的市景是不是還沒有跌完呢 我們來聽一下 全球股災的部分 全球股災 這樣對經濟部長 經濟部長 等一下 全球股災 我想這個 這個大家要有準備啦 這個是景氣循環的一部分 好啦 股災全球都這個樣子啦 但是笑得也是挺尷尬的喔 但是我們的國師謝金河 他告訴我們大家說兩岸關係不好 回台的錢越多 今年還是台灣大運的一年喔 全球股災怎麼影響到我們的大運呢 他說過去台灣的錢喔 源源不絕地流向大陸 但是 欸 最近喔 這些年台灣的錢不進大陸啊 還從大陸跑回台灣 這兩岸關係越不好 錢回來台灣越多 它當成一件好事情再說喔 那再來我們看看現在券商的下單APP還當機喔 嗯 因為可能是因為開盤的時候就殺斷頭了 所以很多人趕快逃啊 很多忠實貨喔 限制不敢接刀子 所以現在看起來這個前景有一點危急啊 那雅股也是全面的崩跌喔 你看到這個日股還熔斷喔 那韓國的股市也是這樣子一片島 全部都是這個收黑的局面 就等於說雅股整體來說 跟美股的連動非常的緊密 現在台股要全面備戰啦 等於說短限要測試半年限有沒有支撐喔 那為什麼會跌那麼深呢 大家都在問說跟美股連動 美股到底怎麼了 美股喔 就是上週有公布出來這個經濟數據 失業率走到三年來的新高 沒想到週末又來了三隻黑天鵝 一個呢是傳出巴菲特砍半蘋果的持股喔 因為他唯一看好的科技股就是蘋果了 沒想到他砍半 那再來這個 揮答這個新的AI晶片有推遲的消息出現 也重創了大家對於科技股 AI未來的信心 還有以一一直在喊話 就是48小時在倒數開戰 那現在看起來也是一觸即發 這三隻黑天鵝恐怕也是重創美股的主要因素 那我們台股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怎麼看 我不玩股票也不懂這些股市的起起跌跌 但是這個股市 今天這個台灣 油脂底下最多了最強的一次 竟然一個重跌 那我們看到可能股民可能哀哀叫 不應該幸災樂禍 但是我不禁在想說那個 曾經高到2萬4千多點 現在這一下毒來回跌了4500多 好的時候那些人蹭得到怎麼樣的 我前一趴集中談曹青城 我這一趴集中談謝金河 謝金河也是我非常討厭的一個人 我不懂這個專業 那你就好好談專業 問題是他搞政治 搞認知作戰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 台灣的股市會漲 就是因為錢從大陸跑回來 現在台灣股市跌 那就表示按照他的邏輯 兩岸關係現在大好就對了 因為兩岸關係不好跑 而且反過來 兩岸關係是有史以來最好的 所以錢都跑了 因為兩岸關係好的時候 是謝金河不願意看到的 兩岸關係不好 是謝金河願意看到的 你不喜歡大陸 你那樣希望兩岸關係不好 你就好好地做你的政治主張 他把它跟他的所謂專業 連在一起 跟股市連在一起 所以股市會好就是 錢都從大陸跑回來 那現在錢都跑出去是什麼意思 那是兩岸關係好嗎 謝金河你再出來講 結果這個時候他邏輯不一致 他說大肅殺來了 要看什麼指數 巴菲特怎麼講 什麼潮水退了 才知道誰沒有穿在這邊裸泳 你為什麼不邏輯一次 因為你搞不來 因為你把這個股市的漲跌 硬是跟政治意識形態搞在一起 你是個多糟糕的人 那你拿他跟前面的曹信誠比 說真的曹信誠一支嘴 然後那個政治意識反差太大 信用很差 而且他得機招商 謝金河很有趣 他在台灣很多人信他 我還看他出來再公開發表聲明 罵我們的政府機關說 多少在他網路上 利用他謝金河 假借他謝金河 發布很多消息 在騙很多人說跟著他投資 他就很生氣在罵 說那個警政署抓得不利 一再去 他甚至要跟蘋果嗆 要跟臉書嗆 說你們不好好處理 為什麼他會這樣子 因為他有信用 他騙得了人 他講起來跟真的一樣 更重要的是他搞不好 還很會撈錢 玩股市玩得很溜 所以這種人 其實比曹信誠更有欺騙性 危害更深 這件事情 我就是一個不懂的人都知道 股市是啥玩意 更重要 你不能看台灣股市 你要看全球 也不只是股市 全球現在就是金融大戰 那個資本是如何在操作 那個美聯儲是全世界最壞的 最毒最惡的 可是在謝金河的心目中 那是標竿 天天拿他們說事 那些人在為惡的時候 那些人在收割 那些人利用金錢潮汐 到處在破壞這個世界的金融秩序 讓那些無知的股民 跌著頭破血流 請家蕩產 你謝金河不斷沒有揭穿這種騙局 指出後面是多麼惡劣的一個賭局 而且是完全炸賭 而且是霸權炸賭 美國人在那邊稱要跟資本結合 你今天有良心 如果你有公信力 你應該指出這個 他不是 他cover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如果你不知道這個 那你是不懂 你是夠無知 如果你懂你略過這個不講 那你這個人就是缺德 你不但不指出這個東西 你還把這個跟你的 台獨意識形態結合 跟股市的漲跌在那邊糊弄 你這個人實在是壞到幾點 現在一下子翻轉了 你直面問題 那個金融大戰 現在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你可以不把問題講清楚嗎 那你平常那個邏輯 吹得很高興 股市在漲的時候 你看他不但撈他還得意得很 叫什麼台灣走大運 那你就錢財這麼多 股市這麼漲 那這幾天連續一直跌 你是什麼意思 台灣要走大煤運 倒大煤了嗎 什麼叫走大運 所以我說像謝金河這種人 跟曹青這種人 都是台灣最壞 最興奉的 最作浪 可是他們洋洋得意 名利雙收 跟權力結合 然後吃香喝辣的 這還有天理嗎 台灣老百姓醒醒吧 好 請教明 憲哥 其實股市是很重要的 經濟的先行指標 剛剛翟軒也提到 為什麼今天台股 會跌到1800多點 包括有國際的因素 包括伊朗預告要打以色列 甚至還有美國的因素 包括輝達的設計出的問題 可能延後交貨的一個問題 所以台灣的經濟 是不是跟國際一樣連動 這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 台灣過去在講 是潛跌市場 跟受到國際的因素影響很大 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很大 這個才是真相 可是包括剛剛 包括鄭春琦老師也提到 謝金河 謝金河過去在主持節目的時候 會提到說 兩岸關係 如果兩岸關係要越差 台灣的經濟才會好 如果兩岸關係很好的話 台股現在就不會上2萬點了 這套論述老實講 就把經濟 把股票跟政治全部掛鉤在一起 對 就剛剛在講說 體育歸體育 政治歸政治 可是現在就說把所有的台股 就跟政治掛在一起 跟愛台灣掛在一起 謝金河的這一套論述 讓民進黨的很多民代 也都完全都潛移默化了 包括我看很多民進黨的民代 講說你國民黨執政 因為兩岸關係很好 所以台股最高 就有一萬出頭而已 台積天就沒有辦法 沒辦法破千 結果你看我臉書 大家隨便搜尋一下吧 高萬民黨的基隆議員張志豪 前幾天也在po的 就是民黨執政 然後台股才能破兩萬四千點 兩萬多點 台積電才可以破千 所以他的結論是什麼 愛台灣很重要 全部都是 台股會長跟我愛台灣 我不愛台灣 台股就會長了嗎 那人人都要喊說 福氣滅羊 福氣滅羊 我愛台灣 台積電就會回到一千二 所以我覺得說 民黨這些完全都在洗腦 跟剛剛臨日攻擊 包括這些洗腦 政治洗腦都一樣 我覺得完全默示於現在的 剛剛所有的國際環境 包括地緣政治的風險 所以我覺得這樣 所有真的台股 你要把它處理起來的話 我覺得包括民進黨 要拋棄政治 要回到拼經濟的部分 大家回想一下 520賴清德就職演說的時候 大家回想一下 拼經濟在講經濟的部分 他的趴數 他的部分有很高嗎 沒有 賴清德完全來講說 包括國會的改革要怎麼樣 包括要認輸要不能輸人 包括未來的在野黨要尊重 多數黨要尊重少數黨 但你拼經濟要怎麼拼經濟 所以包括AI台灣智慧島 包括用電的這些 到底未來該怎麼去處理 好 台灣要發展成AI智慧島 你行政院該怎麼處理 民進黨該怎麼處理 你政府沒有措施 所以面對今天股票重挫 台灣不能只有壓跑半腦底 不能只有壓跑金電 對 下一個發展的AI 我們用電購嗎 政府要提出對策 而不是只有政治操作 好 上工 當然股票是資本市場 經常是一個經濟的反應 而且這個經濟的反應 不是台灣的經濟 而是全球的經濟反應 而經濟反應裡面 它又牽涉到地緣政治的問題 你像中東的戰事爆發 大規模戰事的可能性越來越高 這基本上就會影響到石油的問題 所以大家都會有 某種的預期心理 當然 輝打目前為止 它又是全世界AI上面的 一個重要的指標股 輝打最近的股票也不好 它又出現晶片瑕疵 所以它連帶的是半導體 一個全球產業鏈 其實它就是 動一把牽全身的概念 所以大家的認知程度上面 面臨到的是一個利空的因素 到目前為止看不到消除的狀態 美國的總統大選過程當中 它的一個政治的誰屬 未來誰屬 也處於一個未確定因素 所以它是一個全世界 牽一髮動全身的一個局面 所以它的美國的國內政局裡面 中東的地緣政治上面 台海的地緣政治 以及晶片的發展 以及所有產業別的 基本面與技術面的問題 它是一個全面性 所以當我們經濟好的時候 當我們的股票在飆漲的時候 你看到全世界各國 大概主要的國家 股市也都滿好 它是一個全球性的狀態 所以當很多不確定因素 一直存在著 美國總統大選的不存在 那個不確定因素 以及中東等等這些因素 亞洲的股市 主要國家的股市 也一路就是趴下去 所以股市好與壞 不是一個封閉式的刺激國內 好 全球股災我們看到一片慘兮兮 等一下我們都會請現場的來賓 來為我們做分析 到底現在發生了什麼事情 首先介紹的是 耶魯政治學博士郭正亮 拉平安 資深媒體人謝涵斌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前海軍艦艦長呂理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我們來看看 包括日本 南韓 台股 這些亞洲的股票看起來 今天都是慘兮兮 而很特別的是 陸股逃過一劫 這又是為哪裝呢 先來看看日經指數 今天看起來很慘啊 基本上是整個跳水 日經指數五盤之後 一路自由落體 暴跌超過4600點 超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之後 第二天的3836點的記錄 跌幅今天是來到了13% 韓國也很慘 盤中一度跌破10% 今天我們台灣也是一片哀嚎 台積電跌了88元 在815塊做收 台股總共大跌了1807點 來到了19831點 跌破了2萬點 一口氣蒸發了6兆元的市值 再創史上最慘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哀嚎說 今年飆的漲幅 今年賺的錢 通通都吐回去了 可是可以講是兩樣琴嗎 包括東協國家的股市 現在看起來相對沒有受到波及 而中國大陸的股票還一度翻紅 我們看到的的確確 可能東協或者是中國大陸跟西方世界 或者其他國家有一點脫鉤了 包括你看到7月19號的微軟 作業系統大當機就可以看到一些端倪 當全球遭到波及的時候 中國大陸毫髮無傷 那這一次的美股拖累的全球股災 看起來中國大陸也有一點倖免於難了 過去我們看到美劇太空部隊裡頭 就有做這樣子的一個諷刺劇 就是有一幕是這樣寫的 太空司令部發射飛彈 那我們就說等等等等 我們還要等微軟更新 所以這個科技世界 有一點就是你有被一些東西制約 或者是牽一髮動全身 那也有人要問 今天的美股或者是全球的股災 到底是為哪裝 那我們先來看看美股持續走低 可能的因素是什麼 包括尤其是7月新飛農就業 只有11.4萬 這是遠遠低於預期 那失業率再升高到4.3% 以及包括過去一段時間 被大家追捧的灰達晶片 現在傳出了設計有缺陷 所以一般有人認為 是不是AI泡沫化 或者是找他小紅 還有股神巴菲特 最近大砍尖牙谷蘋果 將近50%的持股 所以大家會覺得 哇 好緊張啊 另外就是一個地緣政治的因素 中東局勢現在看起來 很緊張 一觸即發 是不是有可能也影響到股票呢 而另外呢美債殖利率也跌 十年期創下一年來的新低 所以我們看到呢 包括交易商就下重注 他們壓寶聯準會會啟動救世模式 美國會從軟著陸變成硬著陸 那我們看到呢 這一方面的經濟面 跟政治也會有連動 美國的大選 即將要在11月15號投票了 現在川普對上賀錦麗 兩個人要不要辯論 在哪裡辯論 哪一家電視台主辦呢 我們看到賀錦麗就說 我們要依照之前的慣例啊 所以我們9月10號 應該由ABC News主辦 因為上一次 拜登跟川普就是ABC 那一次的辯論 他說應該要依照 那個時候的約定啊 可是川普就說不行 我們現在應該改由福斯新聞來辦 然後地點呢 在搖擺州的賓州 而且時間要改在9月4號 所以兩邊現在談不攏 所以這個辯論會不會舉行 會不會如期舉行 還都不知道 而另外我們看到包括川普 他現在也情上各個媒體 接受專訪 可是前一陣子ABC的主持人 針對黑人的議題啊 來問他 結果讓川普勃然大怒 很生氣啊 所以我們現在傳出來 這一位ABC的主持人在採訪之後 受到了死亡威脅 而另外賀錦麗 她的身世現在是不是大漲呢 包括CBS的民調說 年輕還有這個非裔的選民 現在投票的意願大增 過去我們看到拜登退選前 這個族群只有58%的支持率 對這個民主黨 現在已經升到74%了 所以看起來它大有可為在後世 不過大家知道美國的選制的關係 搖擺州非常重要 其他已經固定的州 其實也不用去看它了 那幾個搖擺州 現在兩邊是陷入一個焦局 這個非常僵持的一個 這個焦灼的這個狀態 包括亞利桑那州 兩邊是平手的 喬治亞州 看起來川普比較獲勝 多了3%的支持度 內華達州是賀錦麗營 北卡是這個川普得分 密西根州兩個人平手 賓州也是平手 威斯康星州是川普顯勝1% 所以看起來有焦灼 可是川普好像贏面比較多了 那麼一點點 而過去共和黨的一位測試就說 賀錦麗的民調持續領先 這個是過去曾經在共和黨 做過測試的羅夫 她就這樣講 現在也是測試 另外賀錦麗的副手人選 現在還沒有公布 外界其實點兵點將 現在也爆出了陰謀論 包括8月5號要公布的副手 據說運輸部的部長 來面試了90分鐘 另外我們看到過去呼聲很高的夏皮洛 她說 曾經自稱是以色列軍隊 自願者批評巴勒斯坦人 現在在民主黨的黨內 這是她的下屬 也和解過她的性騷擾的投訴 並威脅基層 就是有一些比較不好的負面的新聞 現在也跟她連在一起 而另外還有一個 凱莉是太空人 可是現在也有一些陰謀論 包括她曾經說 她在X上的貼文有說 我在太空總署度過的醫生 在那裡的任務永遠是第一位的 現在我的任務是為 亞利撒那州人民服務 這樣子 然後又三文 她的意思是說 她不要擔任副手嗎 還是她已經出局了嗎 反正就很多的傳言 就不斷的被傳出來 來先問一下亮哥 怎麼看 這個股市我覺得 主要還是因為前面 對AI的預期太高 結果你營收不如預期 那就自然就會掉下來 這個就是帳多 就是最大的利空 巴菲特做那個動作 也滿誇張的 就是I16就急著要出貨 結果他竟然把蘋果的股票砍掉一半 大家不是都在看好I16嗎 所以我覺得他顯然就是判斷 這樣太多了 而且可能都提前反應 所以事實上英特爾才更激烈 英特爾那天大跌26% 英特爾還展開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 要裁掉1萬5千人 所以倒不是揮達 揮達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你看 那個巴菲特蘋果砍掉一半 然後英特爾裁員1萬5千人 股價大跌26% 這個都遠超過揮達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主要應該是 這個就跟2000年的網路泡沫 有點類似 網路泡沫就是從1996 然後到2000年 就是網路股拚命漲 那漲到5000點 結果大家就發現營收不如預期 後來網路泡沫殺到1000 從5000殺到1000 這個現象都是在科技股發生的 就是說像我剛剛看 這個納斯達克的期貨盤已經開了 它一開盤就跌900點 那現在回升到700左右 就是你看它那個恐慌的反應就是 一開完就跌900點 所以我覺得主要就是這個情緒 今天極度恐慌到 有200支跌停 那你想出貨都賣不出去 就是就有這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要再看一下明天 那這也不用急了 台積電 台積電今天差點殺到跌停 對 差有一度觸到跌 813跌停 後來再815這樣 收在815 對 你如果從 1150到現在看來大概已經 1050大概已經跌了200多點了 大概是這樣 不過我是覺得還好就是 這個本來就該這樣 就是你不要太貪念 股票怎麼可能會漲成這樣子呢 那中國為什麼相對受傷比較小 這要感謝美國的科技脫鉤 因為美國就是科技七姐妹在帶漲 這個帶漲過程他都沒有漲到 因為他都買不到 NVIDIA他又買不到 高端的金面他也買不到 然後谷歌他也買不到 所以我的意思是 這有時候就是 他沒有卻因為這樣因禍得福了 就大概是這樣 就躲過那個股災 不 因為所有 我們台灣跟韓國都是科技股 跟著美國連動 就是跟美國有連動 或關係深的就 我們就是這樣上去的 不然我們股市怎麼會漲到 24000點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從這個角度看 我們的股市現在是跌了 4000多點 大概是這樣 這個副手因為 他好像今天要宣布 對 所以所有的不利跟有利的話 都跑出來了 你這裡還漏掉一個人 誰 就是米尼索塔那個州長 60歲那個Wats 也有人提到他 說他是中西部的平時老爹 講話都完全不掉書袋 沒有意識形態 很平易近人 那坦白講 本來大家都比較看好 Shapiro 結果他的秘書長的一個性騷擾案 因為婦女團體去抗議 說他那個時候沒有出來表態 這樣也變成受傷的理由 對 不是他本人 他的下屬 是他的下屬 對 然後還有他20歲寫過的 說願意到以色列當志願軍 連這個文章也被挖出來 他都已經幾歲了 所以這個錢職未來要選舉 可能高中時代的文章也會被挖出來 還有小學時候也會被挖出來 來請教兵哥 對啊因為 其實你這樣想就好了 我們當初是因為一個期望值 所以我們就全部都長上去 大陸因為沒有這個期望值 所以他就不動 就是這樣 然後結果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期望值破滅 我們就掉回來而已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全部回到原點 就是這樣 大家白玩了一趟 但是有的人賺 有的人賠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 那看目前這個狀況 明天看起來也不是太樂觀 講出來話 因為我們就跟著美股走 美股現在一開盤好像也不怎麼樣 所以這樣看起來的話 可能大家還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我覺得也差不多就是這樣 因為以台灣的經濟條件 我當時就覺得很奇怪 台灣到底為什麼會長成這個樣 也就是台灣除了高科技產業之外 其他產業都並不怎麼好 那結果你長成這樣 你一定要長到2萬4千點 那到底發生什麼事 那現在其實只是 重新反映真實面而已 所以我覺得就是這樣吧 那當然有賺有賠 大家就也只能看著辦 那只是呢 我一直覺得拜登 現在突然之間拉回來說 不想在ABC去跟他做辯論 這個是個很失策的做法 因為這樣子你很容易就讓大家覺得你在缺戰 川普 對 川普 抱歉 抱歉 我也失智了 那就是因為 本來照理來說 大家一般認為辯論是對川普應該是要有利的 那在這種情況下 結果你現在說 不行我要到福斯 到我自己的主場來我才要弄 那你這樣子反而透露一個訊息 好像就是你對賀錦毅的了解太少 所以你不敢在別人的家裡頭跟他辯 你一定要回到自己設定的場合才敢跟人家辯論 那這樣子我覺得對 向來跟人家這種 硬漢角色的這種川普 這樣對他本身是很不利 所以我覺得 他應該要勇於接受挑戰 而不是選擇躲回福斯 這個是不對 這個接下來會被攻擊到 我覺得他會很難招架 那 非以選民之前 因為拜登畢竟整個表現實在太糟 所以非以選民的投票意願不高 那現在等於是重新又回來 本來非以選民就是比較支持民主黨 他會去支持川普的可能性本來就低 那現在等於是賀錦麗重新激發他們投票的音樂 但是我也必須講 因為非以選民只佔10幾%而已 10幾%以頭再成長就10幾% 當然 當然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成長 但是他會是關鍵 恐怕還是要再看 那至於說現在 看起來這些搖擺州 好像雙方互有勝負 那 川普已經喪失了他 就是 遇襲之前 所營造的那股領先的態勢 那我是覺得川普到現在 給人的感覺就是他整個策略 還沒有調整好 好像賀錦麗出來之後 他突然之間不知道該怎麼 該怎麼打他的選戰 已經有點失焦 然後就開始經常性的犯錯 然後也沒有辦法找回自己的主軸 那如果一直這樣下去的話 那就變成 現在這場選戰 川普要等賀錦麗犯錯 他才有辦法重新起來 那這個對 進攻型的川普來講 我覺得就會變得非常的危險 這樣子變成 他的選戰步調等於是 依靠對方的反應 然後再做調整 這個其實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川普自己要趕快調試 如果他沒有辦法在 一兩個禮拜之內調試回來 恐怕選情會有 出人意料之外的變化 好 請教縣長怎麼看 如果我們看這一份民調 是7月16號到18號的 那個時候拜登還沒有宣布 退選的時候 那我們其實看到這個CBS News 他就已經做了 這個有關於賀錦麗的民調 那個時候賀錦麗對於川普 是48比51 但是最近我們又看到 CBS同一家媒體 他做的另外一個民調 我們就可以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這賀錦麗跟川普 其實已經在誤差範圍 還是在誤差範圍之內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說以全國的選民來講 他是勢均力敵的 但是如果算上搖擺州的話 其實搖擺州的部分 那個看樣子 川普好像是還略勝一籌的樣子 不過我們繼續往旁邊看 如果說問到說 確定要投票的人的話 以現在就他做的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7月30號到8月2號的時間點的話 有85%的這個民主黨的人說 他要去投票 那如果相對於7月18號的來對比的話 他上升4個百分點 意思就是民主黨的人 現在都想去投票 那對於共和黨的人來說 其實他下降了2個百分點 這個就是川普為什麼非常猶豫 是不是要參加ABC的這一個 辯論會的部分 那另外我們不要忘了 其實賀錦麗他是有膚色的 那如果說對於這有膚色的選民來看的話 那我們看到對於黑人選票來講 那同樣的他也是增加了 以現在來講他增加了8個百分點 那對於共和黨來講 他反而降低了6個百分點 那如果我們看到 這個其實是重中之重 大家問說 現在美國準備好接受一個 非洲裔的女性的總統嗎 那其實有68%的說yes 有32%的說還沒有準備好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對於 美國大選的一個觀察 不過賀錦麗現在在做另外一件事 賀錦麗在做什麼事 她在做的也就是共和黨黨員挺賀錦麗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我們不要忘了 川普在2020年的7月的時候 他說他有一個Schedule F 這個Schedule F到底是什麼 也就是未來川普一旦執政 他要清算那個所謂的 深層政府裡面的人 那這個大規模的清算 其實也就是支持的現在共和黨黨員 挺賀錦麗的重要的一個推力 觀眾朋友們午安 感謝你準時收看新聞大白話 我是主持人翟軒 馬上來歡迎一下這個階段 加入我們討論來賓 淡大助理教授何錦榮 西洋咱們大家好 前立委李勝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陳惠文 大家平安 好 國安基金是不是已經進場了 今天看到了台股 當然大家看到昨天的大逃殺 跌了1800多點 今天很多人還是膽戰心驚的想趕快逃 那今天是不是一個逃的機會呢 的確我們看到台股好像只跌了 今天算是開高了 中場是漲了670點 又佔回了2萬點之上 收在20501點 那漲幅大概是3.38% 只是成交量還是沒有太放大 就是大概只有6,399億左右 那可是呢 的確現在全世界都很擔憂喔 因為就是從美股開始的重挫 變成了一個全球性的股災 到底國安基金會不會進場呢 昨天就有人問到了新政院長卓榮泰 他就說希望股市能夠自主喔 雖然說現在各部會已經做好了相關的準備因應 可是還是會以最嚴密的關切各種局勢的發展 不會隨隨便便的進場 那只是說我們看到 就是長期以來大家所詬病就是說 我們的四大基金 每次這個台股如果是跌的時候 四大基金計場就會有這樣的討論聲音 就說我們要拿這個人民的一些 比方說像是勞保基金啊 這些基金啊 就人民的錢這樣去救股市 其實對於沒有買股票的人 真的是公平的嗎 那今天這樣子的拉伸 是不是代表著 好像又有這樣的一個基金 四大基金的力量進來了呢 那不只如此喔 他有被那個藍營的委員發現 勞動基金我們還去投資了俄羅斯77億元喔 在去年底的時候這樣的一筆投資 結果現在因為俄羅斯在制裁之後 就變成了一筆呆帳了 就勞動基金的投資部 沒有辦法匯出變成呆帳 這該怎麼辦呢 那勞動部的講法是說 這是在自營操作的部分 並沒有直接投資啦 那所以這個他們好像也無能為力 也不知道該怎麼樣處理 可是問題是你間接投資 跟直接投資有什麼不同 結果來說的話 就是這77億可能會變成呆帳啊 你不去跟我們講說 要怎麼樣處理 你只在告訴我們說 間接直接 難道我們買ETF這種間接的投資 就不算是投資了嗎 你還是一種投資啊 你不是直接買股票 ETF也是幫你這樣子 這個代買了這些股票 不是一樣意思嗎 那所以我們看看 現在大家對於台股到底 這個下跌的刀子到底了沒有 是沒有信心的 昨天證交所趕緊出來要喊話 結果喊了半天 就在網路上面被大家罵翻了 就說你還不如不要開這場記者會 因為你出來 就是好像聽君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 你沒講什麼啊 他就告訴我們說 現在雅谷走跌 美股重挫 中東情勢緊張 所以有必要的時候 我們會採取各項的市場穩定措施 那有什麼樣的措施呢 目前沒有任何就事的措施 人家想說 那你出來開記者會做什麼咧 就是民進黨是不是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好像有做事 大張旗鼓 昨天我們在節目上面 還插播消息說 他要開記者會 三點鐘要開記者會 結果咧 開了一場記者會 好像做了事情 但是什麼也沒做 因為他出來就說 我也沒辦法 就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就是民進黨的厲害之處 那再來 這厲害之處 也反映在官員的做法上面 我們看到現在 這個聲量頗高的經濟部長 新任經濟部長郭志輝 人家講說他現在真的是 金句連發鬼話連連嗎 他現在罕見的市警說 大家要有準備 昨天大家疊得鼻青連腫 很多古名柱套房的時候 他笑得那麼燦爛 告訴大家 這是景氣循環 他忍不住一直笑 人家想說你笑什麼笑 人家笑什麼東西 而且 你一個經濟部長 在講那種經濟的事情的時候 當然可能主要 股市不是要問經濟部長 但是你又搶著回答 然後你又告訴我們 說是景氣循環 然後自己笑得很開心 你有沒有想過股民的心情 所以有些網友 開始在講說 你一直笑是什麼 可不可以做一下 你的表情管理 是不是比王美花還來得招 所以沒有最糟 只有更糟 現在是不斷在秀下線 而且告訴我們說 漲水費是要反映成本 他說就像是各位的薪水 二十幾年沒調 哪壺不開題哪壺 我們真的是二十幾年沒有調 然後你還覺得說 對 就像你們的薪水一樣都沒有漲 所以我們水費要先漲 還在我們的薪水之前漲 這是這樣子的一個經濟部長 所以他就講說 這個 這個二十多年沒有調漲水費 所以網友在那邊講說 你也知道 那你要想辦法解決才對 連那個綠尾都受不了他 說這個呼籲郭智輝發言 是不是應該要更加的謹慎 再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潘孟安 已經開始運作起來什麼了 就民進黨的攻防開始了 他們現在講說 守護憲政是使命 然後你感覺說 聽這樣子的一個秘書長 總統府秘書長講話 好像在聽民嘴講話一樣 他先告訴你說 民這個立院當然得還是得 聽取這個總統情報 在跟你在做文字遊戲 但是不等於可以修法 然後來這個讓總統在憲法上 給予他沒有的義務 再來就是立法院 有一些人事同意權 也不可以用這種擺爛的方式 問題是你的一些人事 端出來的阿貓阿狗 每個人都一定要同意嗎 不同意就叫做擺爛嗎 只有你們講的才叫做對的嗎 所以這樣子的說法 讓人家感覺你就是名嘴話嗎 我們現在官員跟名嘴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看看 你看現在潘孟安 在代表總統來釋現辯論 民眾黨就講了 講說潘秘書長跟賴總統 現在身為前立委 多次參與國會改革修法 但今天在憲政法庭上面 卻像變了一張臉 完全的就是好像來欺騙自己 欺騙國人 謊話說久了 自己也都漸漸相信了 可是現在民進黨 要操作一波什麼呢 恐怕現在 在友台的政論節目 又開始在講這件事情 說林濤訪美 然後還痛罵外教官說 沒有時間購物 國民黨說 根本就沒有這件事情 內容是偏頗的 這是鏡周刊爆料說 林濤不滿行程 就說這樣子購物時間不夠 像國民黨提出嚴正否認 這根本是一個偏頗報道 但是國民黨當中的確存在 某些人 讓大家有點詬病 比方說最近被爬出來 這個呂家凱 怎麼還去參加綠營的政治 政論見面會 跟什麼李正浩 溫朗東 陳柏惟一起比讚 還跟王毅川一起比愛心 你想想說 國民黨怎麼 總是會有一些這種人物呢 我們先來問一下 聖風哥 聖風哥怎麼看 這樣子 我想大家關心股票 股市的行情 可能更關心你什麼 什麼王毅川什麼的 這些果皮早燥的人都是 那麼這件事情 今天只要稍稍在市場上 或是一些工商界的朋友 稍微聽一下 大家的感受是人心惶惶 各種方法都要都有 從基本面來看 這個是剛剛好的一個結果 美國的工業主事往下降 然後這個失業率往上升 通膨便沒有想像中壓得下來 然後又預告9月份要降息 是不是會降還不知道 但這個降息又對整個的通膨 基本上又助長了起來 同時美國所推動的產業鏈 那麼美國 韓國 日本 台灣 這個是一個擴大的一個產業鏈 要來壓制大陸 顯然沒有想像中的成功 可是相對 大家都受了傷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情境裡面 怎麼看 都看不出有好的跡象 而美國在整個的國債上 34兆 35兆 到了年底 可能36兆都會突破 那等等這些面 擺在一起的時候 日本又來插了一刀 因為零利利的日本 又去提高了他自己的零掉 而且他不是都會停在這裡 他預告的告訴你說 還會再繼續再往前操作 那麼本來全世界的金融貨幣的避險 是用日元來做避險 現在又不能做避險了 更加上一個 日本的資產配置 他的海外資產 因為他的產業外移是滿大的 他的海外資產是在海外 比他國內戰績還來得多 那這一些等等弄下的結果 是一團糟 然後再來看歐洲 歐洲目前的情況 美國最好的朋友 美國最好的盟友 永遠亦步亦去的叫做英國 英國的新的工黨 一上台就告訴他說 我們準備要破產了 因為我們現在有280億美金的 這個負債 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因為俄武戰爭 要用更高的價錢去買能源 然後自己內部 又出現了很多的問題 你可以看 現在極右勢力也都是在等等 整個的世界就老了一山 這時候中東又來插了一腳 你告訴我 怎麼會有好的基本面 黑天鵝好幾隻 這已經不是鵝 那不知道什麼怪咖 黑心精到處亂跑 在這樣的一個情境裡 我們來想 當然這一些阻力 法人的阻力 一定很清楚的知道 必須要撤退 那一撤退的結果 整個的市場人心 就跟著進去了 這個2000多點 1000多點 這個不是誰操縱得了的 這是整個人心的崩盤 然後假如我的了解沒有錯的話 這些法人機構的掌控 基本上 都是用一計一計做單位的 所以今天這只是回框反照 為什麼 因為台積電站的比例很高 他拉了六十幾塊上來 他對整個的主事 是有很大的影響 但是呢 是不是整個的前面會改善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應該慎重 政委應該慎重 那不要去搞莫名其妙的事 像這個政管會出來開記者會 就像所有人講的 這搞什麼 他出來他跟主事沒有人講 他有的是政策 譬如說好 我現在要改成一等鐘就收盤 舉個例子 我改成要幹什麼 你有遊戲規則的改變 才是你說在講話的時候 你在那邊講什麼怪話 經濟部長也是一樣 夜看夜糟糕 好 請教何老師 不好意思 我剛剛看到早上 我剛剛看到林濤這個新聞 我覺得還滿嚴重的 我要跟大家說明一下相關的背景 大家知道外交部常被外交官 我們國家外交官 戲稱為什麼 總理衙門 畢竟外交官是我們國家 算是公務員考試裡面 最難考的一個考試 待遇也高 那外交官本身也都是精英人才 所以他們也會 有點自視甚高 這也是沒錯 但是外交部是一個 比較封閉的系統 包括駐外的我們這些外交官 我自己之前兩次陪同我們的官員 包括執政黨的副民主長 包括立委 去東南亞參訪 那我們駐地的外交官 基本上駐地外交官怎麼安排 我們就怎麼去 我講實話 你在台灣國內官座的再大 你也沒有當地的駐外 我們駐外的官員了解 當地的一個情況 強中畢竟不壓地頭蛇 所以各位都知道 外交官是一個非常團結 相對又封閉 又是很精英的系統 其實不是光是對國民黨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深刻的話 還記得2018年那時候 不是管碧琳的女婿被爆出來 駐泰代表資格復服等等嗎 那個都是外交系統 自己放出來的消息 因為為什麼 因為據說是管碧琳的女兒 可能有得罪 在過海關的時候 得罪外交官的系統 他們就把這個消息放出來 我講的道理就是 外交官系統連執政黨 他都沒有放在眼裡 都敢修理 何況你是在野黨 你今天跟著 我們國家的參訪團出訪去 芝加哥那邊 哪怕不好意思 林陶雖然你是 Cornel Cornel畢業的 可是畢竟那是東岸 你在Midwest 中西部芝加哥附近 我覺得當地的外交官怎麼安排 我們還是尊重 我們當地的中華民國官員 我覺得這個東西 應該就應該要 國民黨應該要止血了 畢竟國民黨你要知道 外交系統長期以來 是比較偏藍營的 沒有必要為了一時的這些 氣氛什麼 為了買東西等事情 搞到這樣子 就變成你們在野黨 去跟外交系統對幹 我覺得這樣是非常不划算的 另外我要講一件事 我覺得林濤在後面 不應該去扯到徐小新 我後來有去看報導 林濤也真的有講到 說什麼是 因為他是國防外交委員會 可以監督 可以去管理 懲戒等等 這樣對外交官 拜託 美方如果接受的 我們中華民國外交官 如果是美方接受的人 不要說是徐小新的 你耐心的都不一定動得了 因為美國人對這個要求是 你能夠跟我溝通的官員 我才會讓你留在駐地 所以徐小新怎麼可能 有辦法去懲戒或影響 更何況我自己被 徐小新選民服務 我以前那個Meta 我的臉書有問題 徐小新也是很客氣的 幫我們這些選民 幫我們這些網紅去拜託 Meta基層人員 來處理這些選民服務的事情 他不是一個會施壓的人 所以我覺得基本上 林濤我覺得你不用去害 徐小新這樣不好 我覺得很簡單 你應該說清楚這件事 跟徐小新沒關係 然後應該道歉的時候 你應該出來道歉 好 來請教霍恩哥 宅宣我比較抱歉 對這個國安基金 我是看不懂 因為你剛剛也提到 日本跟南韓的股市 也剛剛聖豐老師跟何老師 也提到美國 請問美國有類似 國安基金的這種東西 會去互盤嗎 日本 南韓有嗎 大陸的股市 上海的股市 深圳的股市 人家有基金在互盤嗎 還是只有我們有 如果只有我們有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來想想看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這麼多的刁民 只能漲 不能跌 跌的話政府就要互盤 你賺的時候 為什麼沒有拿出來 大家分一下 這個怎麼會這樣子 這個股市怎麼會健康那一大 對不對 全世界只有台灣 在做工糧的保價收購 為什麼 然後大家一聽到 就大家農民都去種 為什麼 因為我種再多的稻米 政府一定會用保證的價格 來跟我收購 我就拚命種 然後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每年的米都吃不完 你知道嗎 但是我們一定得買 你不買就是不愛台灣 不買你就是不愛農民 台灣真的是被刁民給害死 那個經濟部長要加油 是30年 不是20幾年 到底你是經濟部長 還是我是經濟部長 這個台鐵29年 台北捷運28年 為什麼都動漲 我不太懂 各位觀眾朋友 這個跟國營有關 當然我知道台鐵已經公司化了 我是舉例 類國營這種 你知道是動漲 一定是全民買單 所以你說台北捷運 這28年都沒有漲 這28年物價都沒漲 店價都沒漲 你去問蔣萬元 蔣市長 台北捷運有賺錢嗎 沒有賺錢 他已經虧損了 他是靠本業以外的收入去填的 你說台鐵有賺錢嗎 我告訴你台鐵一年 平均一年要虧100多億 為什麼 就是沒有錢 而且票價動漲 那台水呢 台水去年虧了四十幾億 為什麼 就是沒有錢 沒有錢的時候怎麼辦 就是大家一起買單 我請問大家 這個捷運也好 台鐵也好 台水也好 我們一般 這個老百姓 我們能夠用多少的水 多少的台鐵跟捷運 沒有 但是你全民買單就是 大戶就是賺走的 你看這個卓榮泰院長講說 還沒有到決定的時候 為什麼卓榮泰會給我 為什麼 因為這個得罪不起 這個是刁民 因為你如果一漲價 一定民進黨的支持度 一定要往下降 所以大家這三十幾年 三十年歷經哪些黨 國民黨跟民進黨都執政過 歷經這麼多總統都不敢掌 我最後講一下這個 憲法法庭的辯論 因為基本上這個東西是 大家就看一看就好了 我們的司法院的大院長大法官 很像法相鑽研的樣子 我今天特別提這個是誰 這個是黃國昌 這個是大法官 大法官的坐姿 這個怪怪的 這個游博翔大法官 你看起來說 這個兩個針鋒相對 然後他問問題 他到底有沒有回答什麼 我給大家看一張這個資料照片 這個是誰 這個是國安會 這種人也能去國安會 林非凡 這個是誰 這個是賢豬手陳薇廷 這個是誰 這個就黃國昌 這個誰 這個不就大法官嗎 你也好的 你就是太陽花的律師 你們以前一夥的 還在討論說 我們在憲法法庭這樣子 你來我往什麼的 你們認識幾年了 黃國昌 你跟游博翔認識幾年了 你們都裝作不認識 我來質詢李勝峰 然後李勝峰回答我 我們認識二十幾年的 老朋友你不要假 不要來這堂 憲法法庭的這個辯論 他是演給你看 他上個月的暫時處分 他已經沒收了 即便你立法院刪讀通過 即便你總統公告實施 我大法官一句話 我就把你全部凍結起來 所以大法官比總統還大 大法官比立法院還大 哪有這種事情的 對不對 那你今天開庭說 我們來討論 不要再裝了 你就直接判決他違憲就好了 最快 對啦 不要再說 我也知道你什麼立場 我也知道你跟黃國昌 他們什麼關係的 就不要再演給我看了 再演給我看我就要罵人了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忙回來 謝謝